墾丁的船帆斯海域被民眾發現 居然是有梅花鹿落海 就在海中載浮載塵 也幸好扣著這一旁的水上油氣業者 及時助援 幾乎讓梅花鹿安然無恙 回歸山林 十九號早上六點多 民眾在墾丁船帆斯海域 看到一隻梅花鹿 居然在離岸二十公尺的地方 載浮載塵 早上就是要去衝浪 因為等朋友的時候 就想說先下來吃早餐 結果在上面的時候 就看到梅花鹿 好像溺水這樣子 所以就趕快請那個教練 過去救那隻梅花鹿 附近經營水上油氣活動的業者 立刻出動水上摩托車 利用水索進行救援 過程中梅花鹿海一度不停掙扎 他被野狗追趕 然後就跑到海裡 游到外海 還有有機遲發現 趕快把他拉回來 不然他可能就亡生了 費了好一番功夫 民眾拉著溺水的梅花鹿緩緩上岸 累壞的梅花鹿 瘫倒在沙灘 幸好安然無恙 三歲了你還跑來跳海 你想不開喔 對啊 真的很傻 根據了解 這一隻梅花鹿 當時應該是被兩隻野狗追逐 為了逃命才會跳進海中 好多那個吸血蟲 它從臉這邊 脖子 耳朵都是 對啊 我們都不太敢摸它 然後用繩子把牠腳稍微滾一下 結果沒想到 在上面給牠塞在兩個枕頭 扣掉 騰管處表示 雖然梅花鹿天生會隨著季節遷復 有時需要渡水 因此善於游泳 但通常渡水具有一定危險性 除非遇到緊急狀況 否則梅花鹿很少會主動下水游泳 之前也有非常多的案例 在流浪前追逐 所以在邊也呼籲遊客 還有住民 不要餵食流浪權 幸好這隻落水的梅花鹿 被眼尖民眾發現 才成功剪回一命回歸山林 記得蘇維婷 李安平屏東報導